第二章,重点不是产品,而是顾客想要的进步,我们越来越觉得自己知道,因为创新的一再失败,失望会越来越大,但是创新莫必要碰运气。成功的创新不是来自于了解顾客的特质,为产品开发花俏的新功能,追赶热潮,或是模仿竞争对手。 为了让创新变得可以预期,你必须了解根本的因果机制,也就是消费者在特定的情境中想达到的进步,这就是用途理论的功效所在。 听到路易·巴斯德·路易·巴斯德这个名字,多数人会联想到那个使牛奶喝起来更安全的法国化学家,那或许是他对世界影响力的终极向止,在英语中,他的姓氏还变成一个动词,pasteurize,消毒,但巴斯德的贡献远远不止于此。 想了解巴斯德的贡献是多伟大的革新,可以想一下古人用来解释生病这个概念。 有近2000年的时间,医学界认为四种体液,血液、黏胆液、黑胆液主宰住人体的健康与情绪。 这四种体液协调时,人体一切安好,四种体液不协调时,就会生病或心情不好,这就是所谓的体液学说。 医师始终不确定是什么因素导致体液失调,原因从季节变化,饮食,重邪等等,种树纷纭。 所以,为了恢复体液的协调,他们以实验的方式尝试各种方法,有些方法如今看似明智未开,例如放血。 据说,当时医师以放血的方式治疗数百种疾病。 有时病情确实好转了,但大多数时候病情反而变得更糟,医师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 到了19世纪,大家开始把疾病归因于周遭的胀气或毒气。 这种说法如今听起来很无厘头,但胀力致病论其实比体液学说进步, 因为那促成了卫生改善,确实移除了病原、细菌。 例如,1854年,霍乱疫情难延整个伦敦,战力致病论促使有关当局大举清理分坑,启动大规模的空气净化措施。 当时的医师约翰·斯诺·张斯诺设法找出新病例的形态,发现新病例的位置接近布劳的大街Bow Street上的某台抽水机。 他因此推断霍乱与那台抽水机有关,所以霍乱不是瘴气传播的,可能是水远染造成的。 斯诺的研究拯救了无数生命,后来大家公认它是史上最重要的医师之一。 不过,斯诺的分析虽然有进步,但依然未能找出致病的根源。 19世纪中叶,巴斯德进行关键的实验,确定细菌或更简单地说病菌是导致许多常见疾病的病因。 巴斯德的研究普遍获得接纳以后,迅速促成第一支疫苗和抗生素的出现,也促成乳制品食用安全的技术改善。 人类花了数百年的时间想要破解疾病的奥秘,为什么直到巴斯德出现以后才有如此成功的突破? 简言之,那是因为巴斯德的研究有助于理论的开发,这个理论并均理论描述疾病传染的实际因果机制。 在巴斯德以前,只有未验证的粗略议测或是相关性的说法,没有根本的因果机制。 巴斯德的研究证明,细菌透过在空气中、水中、物体上、皮肤上那些肉眼看不现的微生物传播, 这些微生物可以潜入宿主这里指人类体内滋长和繁衍,找出导致人类生病的流程,可以开发出避免病菌传播的方法,从而中断那个流程,而这里主要是透过个人及社会卫生的改善措施来中断流程。 我们都应该深深感谢巴斯德,但他的贡献不止于巴士杀菌法和青霉素等流传不朽的研究成果, 他彻底改变我们对生物学的理解,使医学迅速从一术转变成科学,并在过程中拯救数百万人的性命, 找出因果机制才能阻止问题发生,把我们的理解从意测和相关性,提升到因果机制,这是很大的进步。 发觉因果机制可以改变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许更重要的是,阻止问题发生。 就举汽车制造业这个现代的例子来说明,你上次坐进车里,担心车子发不动是什么时候? 那可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你想不起来,但1980年代那还是很稀松平常的事。 那时的底特律确实出产不少好车,但烂车也不少,有些车子不知为何,就是毛病一堆。 即使修理或是更换零件磨多久,车子又故障了,一堆系统问题导致车子好像永远修不好,制造商和车主都觉得很头大。 从一个观点来看,烂车很常见并不奇怪。 一台车子有近三万个零组件,很多零组件是预先制造的,例如引擎或座椅。 不过,典型的汽车生产线是从17个国家的数百个供应商,采购约2000种特定的零组件。 从那磨多来源取得那磨多东西,再把它们组装成一台可用的汽车,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事实上,多年来大家觉得车子烂得有理,因为制程本身就充满了随机性,不可能总是一切都做对。 那重思维就像现在企业对创新的看法一样。 总之,制造商只能硬住头皮尽量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他们增加库存、检查员和修理站,以因应层出不穷的问题。 不幸的是,这些修理程序倒。 制成本和复杂性激增,只能暂时疏解问题,但找不出烂车的问题根源。 总之,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无意间设计出一种流程,这种流程很容易生产出浪费钱,不一致又不可靠的汽车。 令人惊讶的是,现在的汽车完全不是这样。 19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汽车制造商受到戴宁和约瑟夫诸兰Joseph M. Euron的启发,大幅改善汽车的品质。 他们从理论中找到了答案。 日本车厂透过不断的实验,找出造成制造缺陷的原因。 他们认为,只要找出每个问题的根源,就能设计出一种避免问题一再发生的流程。 这样一来,就不会重负同样的制作错误,可以持续改善品质,大幅降低成本。 简而言之,日本人证明即使汽车的制程极其复杂,只要专注改善制造的流程,就可以持续生产出优质汽车。 日本车厂基于成等考量,无法销售出场后还要持续修理的烂车。 既然要制造一般日本消费者买得起的汽车。 丰田汽车等公司就必须设计出益于当时主流的流程,从流程设计就排除缺陷。 日本厂商处理缺陷的方式就像科学家面对异常一样,把缺陷视为了解缺陷起因的机会,而在这个例子中,指的是改善生产流程。 他们发现,缺陷都有特定的起因,一旦找出起因,深入了解,就能加以纠正,从而改变流程或移除缺陷。 丰田开发可以找出每个缺陷并紧速移除缺陷的流程。 只要丰田不断地找出制成中的异常,anomalies,每个缺陷在他们的眼中都是改善流程的机会,他们甚至制定一套规则来落实这一切。 例如,使用一个零件为下个步骤增添价值以前,员工不得为那个零件增添价值,每次的做法都必须一样。 如此一来,经理人才可以确定,每个步骤必然会顺利衔接流程中的下个步骤,这也营造出反复进行科学实验的环境。 每次采取一样的做法时,就可以验证照着规格制作是否每次都能做到完美。 对丰田来说,理论可以具体落实在流程中,那些流程是为了追求零缺陷而开发出来。 每个活动都可以视为一个单独的假设语句,If then, 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会得出这种结果,在这众制造理论的催生下,品管运动应运而生。 于是,美国车厂吸收日本竞争对手的经验,如今也可以生产出非常可靠的汽车。 目前创新仍处于品管革命前的状态。 一、经理人认为,缺陷、失误和失败是创新流程中无可避免的一部分。 他们已经习惯在磕磕绊绊的创新过程中,以紧急拼凑的方案修修补补, 因此常忘了仔细思考那些问题的根本找音。 该如何思考,而不是该思考什么? 身为学者,每年总有数百次会被问到对某些产业或公司所面临的营运挑战有什么看法? 我对那些产业或公司并没有特殊的专业知识,但我可以针对那些问题提出动线,因为我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教我,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 好的理论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提出正确的问题,以便得出最实用的答案。 爱用理论不是只沉浸在学术理论的细致末节中,而是锁定什么导致什么What causes what?这个极其务实的问题。 理论有它的意见,但没有目的。 理论不会改变主意,不会是只是用于某些公司或某些人。 理论没有对错之分,它会根据你所处的情境,提出精确的预测。 在我的NBA课程打造基业长青的成功企业中,我们研究攸关总经理职责的种种理论。 学生了解这些理论以后,我们就用理论来检视企业个案,就像戴上一副眼镜一样,讨论那家公司为时模绘遇到那些问题和机会。 接着,我们用理论来预测那家公司未来可能遇到哪些问题和机会,也预测经理人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来因应。 我认为好的理论对有效的管理实物来说不可或缺,那也是我提供给学生最有效的管理工具。 多年来,我逐渐得出一个结论,在讨论企业如何成功创新时,我们往往忽略好的理论。 创新真的只能碰运气吗? 还是说,因为我们不了解创新成功的原因,所以才觉得创新很难。 我看过许多精灵能干的经理人苦于因应格重创新挑战及恼人的问题,却很少思考最根本的一点,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顾客购买及使用某个产品或服务。 我们认为,用途理论中余味这个问题提供了解答。 计定用途,我们的理论核心有一个简单但强大的动线,顾客其实不是购买产品或服务,而是为了让生活有所进步,progress,才把那些东西拉进生活中。 我们把那个进步称为用途job,也就是说,顾客为了完成某些任务而雇用hire产品或服务。 了解这个概念以后,就会觉得发觉用途是很直觉的想法。 但我们提过,我们对用途的界定是很精确的。 为了开发一套完整的用途理论,我们需要先解析这个理论的所有。 元素 进步 我们把用途界定为,某人在特定的情境中想要获得的进步。 这不光只是把顾客或顾客的问题加以分类的新方法而已,而是了解顾客为什么挑选那个产品的关键。 我们刻意挑选进步这个词,它代表朝着某个目标或愿望前进。 用途是取得进步的过程,很少是单一独立事件。 不见得一定是因为有问题,才会出现用途。 不过解决问题及其连带的麻烦也是进步的一种形式。 情境情境,circumstance,这个概念是内含在用途中的一部分。 用途的界定一定和特定的脉络有关,这样才能开发出成功的解决方案。 在界定用途的情境时,可能需要回答数十个重要的问题,例如你在哪里,什么时候,你跟谁在一起,正在做什么,半小时以前你在做什么,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受到哪些社会,文化或政治压力的影响,等等。 情境的概念也可以延伸到其他的脉络因素,例如人生阶段,大雪刚毕业,遇到中年危机,即将退休。 家庭状况,已婚,单身,离婚。 家有新生儿,幼儿,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 财务状况,债台高筑,家财万贯,等等。 情境是界定用途以及找到解决方案的根本,因为进步的性质总是深受情境的影响。 我们特别强调,情境这个字眼,不是吹毛求疵或单纯为了语义,情境是用途的根本所在。 根据我们的经验,经理人常忽略了这点。 他们追求创新时,往往只依循产品属性、顾客特质、趋势、竞争反应等其中一个原则,或是这四者的组合。 问题不在于这些类别不好或是错了,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最常挑选的类别,而是这些类别不够多,无法用来预测顾客的行为。 功能面、社会面、情感面的复杂性。 最后,用途本来就很复杂多元,它不只有功能面用途,还有社会面和情感面的用途。 很多创新往往把焦点集中在功能或实物需求上,但消费者在社会面或情感面的需求可能远远超过功能面的需求。 试想你如何找托儿服务? 没错,这个功能面的用途很重要,能以适合你生活的方式,在适合你生活的地点,安全地照顾你的孩子吗? 但社会面与情感面的用途可能对你的选择影响更大,我要把孩子托付给谁。 用途是什么? 总之,用途有以下几个特点,用途是某个人在特定的情境下所追求的进步。 成功的创新可以让顾客达到想要的进步,解决麻烦,而且实现未满足的愿望,取代之前不足或不存在的解决方案。 用途不止攸关功能面,社会面和情感面的用途也很重要。 有时社会面和情感面的用途可能比功能面的用途更强大。 因为用途都在日常生活中出现,所以界定用途时,情境是核心,也是创新的关键,顾客特质,产品属性,新技术或趋势等等都不是创新的关键。 用途会持续,反复发生,很少是独立事件。 用途不是什么?界定明确的用途可以提供一种创新的蓝图,它和传统行销里的需求概念截然不同,因为用途对于你想解决的问题更明确。 需求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肯定比较笼统,例如我需要吃东西是几乎永远成立的叙述。 我需要感觉很健康,我需要为退休储蓄等等需求对消费者很重要,但是由于那些叙述过于笼统,对创新者来说方向非常模糊。 不知该如何去满足那些需求。 需求就像趋势,可以指出概略的方向,但无法确切指出顾客为什么挑选这件商品,而不是那件商品。 光是需要吃东西并无法促使我去挑选某件商品,甚至无法促使我去吃东西,我可能基于某些因素省去一餐。 而且,需求本身无法解释所有的行为,我可能基于许多理由,再完全不饿时吃东西。 用途理论会考虑比较复杂的面向,我需要吃东西的情境,以及当下对我很重要的其他需求可能千变万化。 回想一下前面奶昔的例子,我可能为了生活中的某个用途而买一杯奶昔。 某些特殊情况下的需求是促使我挑选奶昔的原因,那个需求不止包含功能面的用途我饿了,需要吃早餐,也包含社会面和情感面的用途我独自展开慢常无聊的通勤,想找点乐子。 但是万一有同事看到我一大早就喝奶昔,我会很尴尬。 在这些情境中,有些需求的重要性超越其他的需求。 例如,我可能决定把车子开进得来速的通道以免被熟人看到,买一杯奶昔,再通勤时喝。 但是在不同的情境中,例如晚餐时间,我带着儿子,我想当个宠孩子的爸爸,每个需求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促使我为了全然不同的原因而买奶昔,或是改用其他的选项来达成任务。 企业在无意间,只为了满足一个非常笼统的需求而开发许多创新,例如迪恩,卡门,丁Kamen,发明两轮电动车赛格威,Segway。 尽管卡门发表这个最高机密时获的媒体的疯狂报道,媒体也宣称那会永远改变个人交通运输的方式,但是以多重标准来看,赛格威都是失败之作。 那是为了满足更有效率的个人运输需求而构思出来的产品,但那是为了谁的需求?何时会需要这种需求? 为食膜?在什么情境下使用? 当一个人想要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抵达某地时,当下还有什么因素很重要? 赛格威是很酷的发明,但他并未解决很多人想要完成的任务。 偶尔我会在波士顿的观光景点或购物中心看到赛格威的踪影,但是相较于上市时所掀起的媒体热潮,很少人觉得有必要在生活中使用。 相对于需求,在光谱的另一端,是我所谓的生活指导原则,building principles of my life,以及生活中和需求一样,始终存在的首要主题。 我想当个好丈夫,成为教会重视的成员,激励我的学生等等。 对日常生活做的种种选择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指导原则,但不是等住我完成的日常任务。 让我感觉是个好爸爸不是等住我完成的任务,那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但不会促使我去选择某个产品来使用。 这个概念太抽象了,一家公司如果不了解我想在什么情境中达到那个状态,就无法开发出某个产品或服务让我感觉是个好爸爸。 我想用的东西,应该在特定的情境中帮我排除那些阻碍我达成生活目标的障碍。 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任务,合起来就是我的生活目标,但这和那些任务不是同一件事。 预线用途,由于用途本来就很复杂多元,观察顾客因应问题时所搜集的资讯,很难分解成一笔笔资料,在输入式算表进行分析。 实物上,想要清楚看出用途并完全勾勒出用途的特质,是件相当棘手的事。 用途洞见,Jobs Insights,其实是一点一点拼凑的,它比较像是一个故事,而不像统计资料。 当我们把有情有景,前后连贯的顾客活动观察,拆解成一项项二分法的资料时, 例如男女、大公司、小公司、新顾客、老顾客,在这个流程中,我们也破坏了意义。 用途理论,不在乎顾客是不是介于40岁和45岁之间,也不在乎顾客那天挑选了什么口味。 用途理论的主要焦点,不是放在谁做了某件事或做了什么,而是为什么。 了解用途是为了把葛中洞见凝聚成一个连贯的全貌,而不是细分成愈来愈浅薄的片段。 用途理论的基本要素,我和大家分享用途理论时,大家往往觉得那很直觉易懂,而且豁然开朗, 因为这个理论套用在任何情境中都说得通。 他们可以轻易想到生活中有哪些等住解决的任务,以及用错方法以至于白费利器的情况。 但我也知道,想要熟悉用途理论并付诸实践需要下点功夫,毕竟那和许多经理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不同。 我们发现,有一种想象方法对于发掘用途很有帮助,想象你正在拍一部迷你纪录片, 记录某人在特定的情境中追求进步的状况。 那段迷你纪录片应该要捕捉到以下的基本要素,想达到什么进步? 想要的进步有什么功能面、社会面、情感面的用途? 比如,许多人的生活中常出现以下的任务,我希望我的微笑让我在工作及生活上给人良好的第一印象, 或者,很多经理人对以下的叙述可能深有同感, 我希望我带领的业务团队更称职地达成工作目标,成员的流动率下降。 困扰发生在什么情境?谁?何时?哪里?做什么的时候? 我每年看两次牙医,做了清洁牙齿该做的工作,但牙齿看起来还是不够白,或感觉每周都有一个业务员说他做不下去了,要辞职,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招募及训练新人。 进步的障碍是什么? 比如,我试过击中美白牙膏都没什么效果,根本是骗钱的东西,或我已经是变割种激励方法, 从奖金制度到出外联谊活动都试过了,我也为他们买了割种培训工具,但他们依然无法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 消费者是否勉强接受不完美的方案,自行拼凑出变通方法? 他们是否购买及使用无法完美达成任务的东西? 他们是否使用以多重产品勉强拼凑出来的变通方法? 他们是否隐忍住不变,觉得凝聚勿烂? 例如,我买过一种昂贵的家用美白套件,但你必须带着讨厌的齿磨一整夜,而且牙齿感觉很酸,或我必须花时间亲自推销,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如何定义好的品质? 他们愿意做哪些取舍来换取更好的品质? 例如,我希望获得专业牙齐美白的效果,但成本不要那么贵,手续不要那么麻烦,或我能买的产品和服务很多,但没有一个能帮我达到想要的效果。 这些细节并非随口说说,其中蕴含住丰富的脉络和意义,回答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你充分掌握。 用图的复杂性 就这层意义来看,用图理论是一套整合的工具。 当你找出追求进步时所面临的烦恼,就可以推知那个任务的背后所潜藏的社会面及情感面用途,那些面向不仅务实,而且非常重要。 试想一下,下午我和儿子站在速食店里的影像和早上开车去买奶昔的影像截然不同。 使用Airbnb的用途,我们从用途导向的视角来思考一些最近创业成功的个案。 以Airbnb为例,光从功能面用途看Airbnb的话,那是为出差的人提供过夜的地方。 从那个层面来看,它是和旅馆业竞争。 以旅馆业的品质标准来看,Airbnb是远不如旅馆业者的选项。 谁想付钱,睡在陌生人家中的临时睡店或空床上,而不去住旅馆,想有个人隐私。 事实证明,这种人还挺多的。 大家使用Airbnb不只是为了在某个地方过夜,而是因为在某个地方过夜可以参与某件他们想参与的事, 而且还可以拥有比全球一体化的连锁旅馆更真实的在地体验。 Airbnb一开始是共同创办人布莱恩·切斯基·布莱恩·切斯基在生活中需要解决的任务。 身为大学毕业的新仙人,他在旧金山几乎快付不起房租了, 更别说是买门票去看当地举办的设计大展。 他发现当地的旅馆都已经爆满, 肯定有一些跟他一样怀抱设计梦想的年轻人也很拮据, 所以他想到可以出租公寓里的三个床垫来筹错门票钱。 他可以想象自己到其他的城市参加设计展时, 也会想要租用那种床垫。 他可能很想要参与某件事情, 但又不想像旅客一样造访某地, 或为此积欠大笔卡债。 尽管以传统的标准来看, Airbnb不如饭店或汽车旅馆, 但那不表示在追求进步方面, Airbnb不是更好的选项。 消费者选用Airbnb的情境, 和他们选用旅馆的情境截然不同。 二、Airbnb的竞争对手不只是旅馆, 他也为借助朋友家或干脆放弃旅游的人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表面上看来, 那是一个大爆冷门的成功故事。 LinkedIn的创办人, 及Airbnb的投资人雷德霍夫曼·Ri Hoffman表示, 一开始大家说, 你疯了才会创办这种公司, 谁会想使用这种服务? 只有疯子才会租用陌生人家里的房间, 但有时候,这种用途只是你目前没有看见。 在这本书里, 为了简编起见, 我们以用途泛指各众消费者想要解决的任务, 但这里必须强调, 界定明确的用途有很多层面, 而且是复杂多元的。 那其实是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表示, 完美地达成某人的任务可能不只需要开发一众产品, 还要为那个任务的许多层面设计, 及提供一整套的体验, 然后把那些体验整合到公司的流程中, 稍后会深入探讨。 当你把那一切做好时, 竞争对手几乎不可能模仿你。 改变竞争局面, 这里必须强调一点, 我们不是要创造用途, 而是去发掘用途。 用途永远存在, 但是达成用途的方式可能随着时间的经过而有很大的改变。 例如, 想想远距分享资讯这件事, 根本的用途没变, 但我们达成用途的方式变了, 从一马快递到电报、 航空邮件、 电子邮件等等。 又比如说, 数百年来, 青少年总是想在不受父母的干预下互相联络。 多年前, 他们的做法是在学校的走廊上传纸条, 或是把电话线拉到家中最远的角落去偷偷讲电话。 但近今年, 青少年开始使用智慧型手机上的应用程式Snapchat来传递讯息, 而且讯息读过就被删除, 他们也使用很多工具, 那些都是几十年前难以想象的东西。 Snapchat的开发者非常清楚青少年想要的用途, 所以开发出绝佳的解决方案。 但是那不表示, Snapchat就不受其他竞争对手的威胁, 其他的对手可能更了解青少年在某些情境下的社会面、 情感面、功能面的复杂用途。 我们对用途的了解永远可以更加精进, 采用新科技可以改善达成用途的方式, 但重点是你必须把焦点放在了解根本的用途上, 而不是沉溺于为了用途所想出的某个解决方案。 对创新者来说, 了解用途就是了解消费者在追求进步时最在乎什么。 用途里论让创新者从哪些效益是必要, 哪些效益无关紧要做出无数详尽的取舍。 了解特定情境下的使用标准, 可以促成全然不同的重要洞见。 或许最重要的是, 竞争局面很可能和你原先所想的截然不同。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说明, 抽烟的人休息去抽根烟时, 就某种层面来说, 它可能只是为了满足烟瘾, 那是功能面的用途。 但是, 抽烟不是只为了解决烟瘾, 它也是为了放松, 这是情感面的用途。 如果它是在一般的办公大楼上班, 它只能去户外的指定抽烟区, 但是那也兼具设会面的用途, 它可以暂时抽离工作, 与烟有闲话家常。 从这个观点来看, 大家使用Facebook也是基于同。 Yang的原因 他们在上班时间登陆Facebook, 暂时抽离工作, 休息几分钟, 同时思考其他的事情, 感觉像和远方的朋友 聚在虚拟的茶水间聊天。 就某些方面来说, Facebook和抽烟是在同样的用途上竞争。 抽烟的人究竟要选择哪一种, 则看他当下烦恼的情境而定。 经理人和产业分析师 喜欢简化竞争的框架, 把类似的公司、产业和产品归位一类, 例如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竞争, Sony PlayStation与Xbox竞争, 一般奶油与人造奶油竞争。 这种竞争局面的传统观点, 仅仅限缩创新的相关性和可能性, 因为他强调要与标杆比较, 不辣人厚。 从那种观点来看, 抢夺市战率的机会似乎很有限。 多数的公司只能在零和游戏里, 为几个百分比的市战率争得你死我活。 竞争不限于同类产品, 但是从用图理论的观点来看, 竞争不止限于同类产品。 最近传奇的创投业者约翰·杜尔·张多尔·问网飞、 Netflix的执行常理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 网飞是否跟亚马逊竞争。 他回答, 其实我们是和你放松时做的每件事情竞争。 我们和电玩竞争, 我们和喝酒竞争, 酒是特别顽强的竞争对手。 我们也和其他的影片网站与桌游竞争。 当你从用图理论的观点来看竞争局面时, 就会看出全新的样貌。 那也许令人不安, 但也充满了新潜力。 例如, BMW长久以来认为它是高性能汽车业, 甚至一度还大言不惭地宣传它们是男人的车。 但是2008年经济衰退后, 汽车业开始重挫, BMW的领导团队开始退一步评估消费者买车的用途。 他们的研究结果彻底改变BMW对竞争, 环境的探法。 在环保节能车的需求越居首位, 例如加州刚通过法律, 禁止蔚来使用内燃机, 城市化的趋势兴起, 以及越来越少年轻人费神去考驾照下, BMW发现消费者真正想要的用途是移动Mobility, 让我轻松从A点抵达B点。 没错,BMW是和传统的高级车竞争, 但它也和特斯拉、Tesla、Uber、Sipcar、Google自驾车, 以及据传苹果正在开发的电动车竞争。 我们发现我们是和18个月前连名称都不知道怎么念的公司竞争。 BMW的全球品牌管理语行销服务场史蒂芬奥特豪斯斯蒂芬奥特豪斯回忆道, 我们必须开始把比较标杆放眼到我们的产业外。 这不止促成BMW推出电动和混合动力的BMWi产品线, 也促成BMW的DRA NOW计划类似Ziccar的工程系统, 已经在柏林、维也纳、旧金山、伦敦等地推出。 奥特豪斯说,我们已经从供给面的观点转变成需求面的观点, 实际上,这就是从销售产品转换成用途导向。 以往汽车制造习惯把经销商视为主要的顾客, 但这个框架带动彻底的改变。 从此以后,顾客是谁,以及顾客在乎什么也跟着彻底变了。 当然,BMW对创新的观点也跟着全面翻新。 BMW并非特例,如今很多业者显然都在抢住了解消费助的用途。 2015年的下半年,福特汽车的执行长马克菲尔德斯、Mark Fields常告诉员工, 我们不只是汽车公司Automative Company, 也是移动公司Mobility Company,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投资另类汽车服务Lift, 并于2016年初宣布推出自己的工程服务Mailon。 通用汽车投资Lift的计划中, 有一部分是参与开发随选On-Demand自驾车网络, 那是Google、Tesla、Uber都投入大量资源研发的领域。 从用途理论的观点,思考未来的走向。 三,每家公司都必须从那个观点去了解复杂多元的用途, 接着必须根据消费者解决日常任务的体验, 思考及打造产品, 帮助顾客在寻求进步的过程排除障碍。 了解用途,而且最能有效帮助顾客达成任务的业者, 就能获得竞争优势。 每家公司如何了解宇洛时这个新观点, 将决定他们的新尝试在未来有多成功。 如果你不知道真正的竞争对象是谁, 怎么可能创造出消费者觉得比其他的潜在选项更好的方案? 用途理论的局限, 这不表示用途理论是一切问题的解答, 问题的性质决定用途理论是不是用来了解问题起因的最好方法, 每个理论都是如此。 扎实周延的理论, 也就是那种真的可以解释什么导致什么的理论, 不是一期间研究出来的, 而是需要不断地形速、测试、精进, 而且必须了解它能应用在哪种情境, 以及不能应用在哪种情境。 不过,即使一个理论无法应用在某些情境中, 它还是有价值, 因为当你知道某种理论对于解释某件事没有帮助时, 会改用其他的理论去寻求更好的答案, 这就是一个好理论的特质, 它是以假设语句来提出建议, 以人类一开始尝试飞行位力。 早期的研究人员观察到, 语意和飞行有强烈的相关性, 所以, 一开始尝试的飞行方法是模仿鸟类的飞行, 直到瑞士裔的荷兰数学家丹尼尔白努力, Daniel Bernoulli, 提出所谓的白努力定律, Bernoulli's Principle, 我们才了解生力Vit的重要性, 这个概念是说, 空气流过所谓的一切面Airfall时, 下方的空气就会撑起一切面, 鸟类的翅膀就是一切面, 所以翅膀下方流过的空气推动我们升起, 这番洞见促成我们现代看到的飞机机翼, 不过, 即使知道是生力促成飞行, 而飞雨翼或羽毛促成飞行, 科学家还是需要透过实验, 不断的事物, 改进因果机制, 才能设计出成功的飞行器, 飞机坠机时, 研究人员会问, 究竟是飞机的设计有问题, 还是使用的才致出问题, 又或者是飞行员所处的情境造成的那个情境, 需要不同的规则和技巧, 才能避免坠机, 如今航空业采用的因果机制已经非常先进, 工程师和飞行员不仅能保证飞机起飞, 还可以精确地界定飞行员在各种可能的情境下, 例如天候不佳, 气压高低等等, 需要依循什么规则, 所以, 情境很重要, 在塑造理论时, 需要以开放的心态, 找出理论无法解释的东西, 也就是找出异常, 并把那些异常是未强化理论的机会, 例如我们知道, 如果消费者解决问题时, 不需要费心思考, 或是现有的解决方案已经够好了, 用途理论就不是那模有效, 如果决策几乎完全靠数学分析, 例如原物料商品的交易, 那用途理论也不太实用, 因为成本或效益并不是用途理论的核心要素, 在那些情况下, 寻求进步, 不需要考量复杂的社会面, 情感面, 功能面需求, 只需要做理性的决策, 那电脑就可以轻易处理, 本质上, 理论是一种主张, 我们提议这套流程, 有助于开发成功的创新, 但是, 如果别人有更好的流程, 可以提供更稳定成功的创新, 我们在不断经济这个理论的过程中, 也很乐于接纳其他人的动线, 不过, 在有人提出更好的理论之前, 我们相信用途理论可以帮助你把创新从碰运气的活动, 变成可预期的努力, 机会, 竞争对手, 以及顾客最在乎的东西, 都会看起来截然不同, 而且非常清晰, 从此以后, 你的事业再也不一样了, 哥白尼式的革命, 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主导科学界的 思维将近1800年, 他对宇宙的观察和理论普遍获得各界的采纳, 天主教会这个中世纪西方世界最强大的组织, 甚至把他的学说奉为绝对的真理, 他的重要动线包括, 所有的天体都是绕住地球运行, 所以, 我们只要观察其他的行星寻注亚里斯多德主张的轨道移动, 就能预测那些行星的动态, 亚里斯多德是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所以, 上千年来他的主张几乎莫遭到质疑。 只不过有个问题, 古代的天文学家试图绘制及预测地球周围行星的运行时, 却怎么也测不准, 所以, 他们为此提出相当啰嗦的解释, 行星确实是绕住地球运行, 但是在那些轨道内, 行星也以托勒密、 托勒密主张的本轮, epicycles移动一级圆圈里的小圆圈, 根据这种复杂的运转形态, 他们依然可以预测行星绕住地球的运转。 只不过, 即使考虑复杂的本轮组合, 最精确的计算所预测的移动依然有误差。 最好的模型预测出来的东西, 仍然有多达八角分minute of arc的误差。 虽然多数人觉得那已经够精确了, 但其实并不正确。 由于亚里斯多德是公认的宇宙权威, 中世纪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费尽心力, 想要让本轮这套理论成立。 直到16世纪, 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尼克拉斯·科尔尼克斯 才以简单但意义深远的论点, 重新建构我们的宇宙观。 行星不是绕住地球运转, 而是绕住太阳运转。 了解那点, 中云为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进步 以及现代的天文学和微积分奠定了基础。 人类等了1800年, 才出现哥白尼这样的人, 看出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缺陷并清楚阐明真相, 而且, 哥白尼过世时还不知道世人会不会接纳他的论点。 推翻根深底固的世界观 通常不是一蹴可及的事, 即使真的推翻了, 还是需要时间去精进正确的新观点。 在创新的世界中, 许多公司深陷在自己创造出来的本伦理, 以复杂的近似值, 估计值和外推法来自圆其说。 由于我们搜集, 微调, 交叉比对各种资料, 感觉应该会愈来愈擅长预测。 但是, 如果无法了解顾客为时模做出那些选择, 只不过是愈来愈擅长使用本质上有缺陷的流程罢了。 在不了解创新的因果机制下, 企业好像拼命想了解宇宙怎么绕着地球运转, 只能依赖。 从其他企业借来的一些最佳实物, 几率工具和可行的技巧, 但是又不保证一定成功。 当你从用途理论的视角观察创新时, 你会看到, 创新宇宙的中央不是顾客, 而是顾客心中的用途。 这两者的区别似乎很小, 也许只差几个角分, 但影响非常大。 事实上, 视角一改, 一切都截然不同了。 重点摘要, 商业界很多人把理论视为纯学术或抽象的概念, 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企业的领导者来说, 说明因果关系的理论是最重要, 实用的工具。 创新这个领域急需更好的理论, 尤其是用来回答以下的根本问题, 什么因素促使顾客购买及使用某种产品或服务? 用途理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它主张顾客购买和使用或雇用产品或服务, 是为了完成生活中的某个任务。 用途就是顾客在某个情境下想要获得的进步。 这个定义是具体的, 也是重要的。 想要充分了解顾客想完成的任务, 需要了解顾客在某个情境中想要获得的进步, 并了解这个进步在功能面、 社会面和情感面的用途, 以及顾客愿意做的取舍。 一旦了解顾客想完成的任务, 就可以清楚看到真正面对的竞争对手。 这可以为创新提供重要的资讯, 让你所开发的创新方案比竞争对手更有吸引力。 领导者的思考题, 你知道顾客选择你的产品或服务的真正原因吗? 或是他们选择其他产品的原因吗? 你的产品或服务如何帮顾客在生活中取得进步? 他们想在什么情境中取得进步? 那个进步能达到功能面、 情感面和社会面的那些效果。 在满足顾客想完成的任务方面, 你的产品和服务面临哪些竞争对手? 在传统的产业观点外, 你还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吗? 在了解大企业如何做系统化创新方面, 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进步。 本书的合作者邓肯和创建公司的执行合伙人 史考特·安东尼·Scott Anthony 详细说民运作完善的创新系统 有哪些组成要素及运作方式? 他们称之为成长工厂, Growth Factory。 他们的研究指引一些财新百大企业 培养全球创新的能力。 其他的作家也帮助我们了解 如何做系统化创新, 尤其是塔克商学院的韦杰, 高文达雷俭,VJ,Govindarajan。 不过,用途理论是把焦点放在不同的问题上, 什么因素促使顾客购买 即使用某种产品或服务? 你需要有一个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 才能确保你打造的创新系统 是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而且是投入最有可能成功的创新。 Shan Anthony, Scott D., and David S. Duncan Building a Growth Factor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2012 这是Airbnb早年的状况, 近几年,Airbnb在更高阶的市场中 找到其他的用途, 并在那个领域里经营得很好。 有一种工具叫做发现导向的规划, Discovery Driven Planning, 可以帮助企业在投入太多的资源以前, 先检测回应用途的策略有莫有效。 那可以迫使企业清楚说出, 在哪些假设已精正名成立时, 策略才会成功。 设计出这套流程的学者是伊安·麦克米兰·伊安·麦克米兰 和利塔·麦奎斯·瑞特·麦克拉夫。 他们把那个流程命名为发现导向的规划, 但是更白话的说法是, 这样做有效的话, 要先证明什么是对的, 公司在考虑要不要追求新的商机时, 很少问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打从一开始, 就在无意间种下了失败的祸根。 他们根据最初的预测做了投资决定, 但从未测试最初的预测是否正确。 等到投入很多资源以后, 他们才调整预测和假设来配合实际发生的状况, 而不是在投入太多的资源以前先测试, 再做周详的选择。 在每个失败的专案中, 几乎都是因为预测和决策所根据的假设有误, 但是企业直到未时已晚才发现假设错了。 这时,资金、时间、精力都已经大举投入专案中, 公司已经完全投入了,团队非交出成果不可。 没有人想回头对高级经理人说, 您还记得之前我们做的假设吗? 后来我们发现假设不太正确, 所以公司核准的专案是根据不正确的猜测, 而不是因为那个专案最有可能成功。 我们发现假设不太正确的猜测和决策所根据不太正确的猜测和决策所根据不太正确的猜测和决策所根据不太正确的猜测。